我特别难忘了是 那个gag他们唱Happy Birthday song的时候 然后他们直接对我联系 那个part要哭 然后我很难哭 然后我要去个corner想办法想东西 然后让自己来哭 然后这个part又不给NG 然后那个gag不然一直对我联系 我也是 等下脸会痛啊 等下很多病病去 我最难忘其实是拍那个 跟垃圾桶讲话的时候 小姐 你很大耶你小姐 要办我醉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是觉得 有一点奇怪 因为你要跟垃圾桶讲话 所以是很难很难去演出那个 那个情形出来 难忘应该是那个 我跟Eric 要量那个男生的生器官的 那个片段 因为他一直软软啊 他一直要弄到很硬 真的拍很久拍很久 就是 就是这个啦 最难忘的 而且在戏院他们是看的 尴尬是一定会啦 因为是想 人家第一点 就是觉得 那个场面是 我用我自己的 1 2 3 有时候 会有人来问我 那个是你真的自己的嘛 所以 有时候 我会跟他们解释 拍戏那时候是 当然不是用我的 因为我还没有18岁 所以 还没有合法 其实我最怕是他们会失踪掉 所以我们其实就 布下那个天罗帝王 然后把他们锁在 把他们软禁在一个 一个service apartment里面 然后就是 几点起床 几点睡觉 然后我们有设计那些 rule 就是说 如果你14点半 还没有回来 我就把门锁住了 Melvin就是叫撕掉 以前销售很累嘛 然后 你没有去想这样多 然后 就不见掉 这个剧本 我带写了那个format 是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 来讲那个故事的 所以他有 其实有15个不一样的version 的一个ending 15条圈 可以来玩 这样子 早报都SG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15的导演 陈子谦 大家好 我是15的演员 陈志豪 我是15的曾坤杰 我是15的陈杰豪 15将在新加坡国际电影节 重映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的电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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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该说